都说欢瑞在下一盘大棋,究竟有多大,网友不得而知,但从他的每一步举棋,亦能窥见一二,只是论资历不如影儿,侯梦瑶,论人气不及袁冰岩的他,这个头衔并不受网友认可。 不过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,李小冉签约欢瑞,再度让排位发生变化,李小冉虽然是空降,但以他在娱乐圈的人气地位显然不会从基层做起,欢瑞给他安排的位置也很巧妙,李小冉位置的排步,无疑坐实了他欢瑞一姐的位置,也让袁冰岩的排位再退一步。 不过对于袁冰岩在公司的排位,粉丝并不关心,于他们而言,配位只是虚名,真正的人气早就不言而喻,也有人称李小冉的空降对诚意也有不小的影响,虽然目前双方没有交集,但欢瑞拿下这个七五花,必定会以不少资源为条件,届时,几位头部艺人都将受到影响,不过目前谈这个显然为时尚早,欢瑞正在积极转型,未来的变动应该不会少。 官网排位或许也将实时更新,但只要有扎实的演技,以作品说话,无论排在哪都会有人记住,比起几位头部艺人,还有不少网友把焦点放到欢瑞几排末位艺人身上,他们有些出道多年,也尝试过不少角色,却不受待见,有些则是签约不久,或许将成为欢瑞今后力捧的对象,比如黄毅,孙泽源,杨碧子等。 2022年,注定是精彩的一年,欢瑞究竟准备如何安置这些艺人,且看他的下一部棋。 C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